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她伤的不重 只是有一些擦痕 但从那以后她就经常流鼻血 丹尼拉不以为意 认为流鼻血不是什么大事 但情况却越来越糟 回到苏格兰后 丹尼拉流鼻血的频率增多 血量也越来越多 有时候她还觉得有东西在鼻腔里移动 她以为那是事故后流下的血块 但那天洗澡时 竟感觉有粘稠的东西从鼻子流出 甚至延伸到了嘴唇 她马上照镜子 这才发现 那不是鼻血 而是一条又肥又大的虫子 丹尼拉不敢轻举妄动 立刻跑到急诊室 医生想用手术前把这个恐怖的虫子拉出来 尽管过程非常简单 但是那只虫子一直反抗 丹尼拉痛苦不已 就连医生护士都手忙脚乱 原来她鼻腔内的生物是一只水质 医生认为可能是丹尼拉在越南游泳或喝东西时被寄生 她原本体气很小 但因为在丹尼拉体内生活了好几个星期 现在长得又肥又大 已经有八公分长了 水质严格意义上说是马黄的一种 因为马黄有汉质和水质两大类 其中汉质又称山质 在我国主要分布在南方潮湿的草地和竹林中 当有人畜经过时 它们会吸附于动物体表 吸食血液 而水质是泛指生活在水中的马黄 它们广泛地分布于河流 池塘之中 身体扁平 体长平均在八厘米左右 宽一厘米左右 许多小伙伴以为水质是没有眼睛的 但其实水质不但有眼睛 还有一到五对 分布在身体前侧的两端 不过 它们的眼睛高度的退化几乎没有视觉能力 寻找猎物时 眼睛也没有什么作用 它们主要是靠温度的变化和水流的变化来寻找猎物的 水质的身体两端各有一个吸盘 这两个吸盘都具有很强的吸附能力 只不过 它尾部的吸盘只能用来吸附 只有头部的吸盘除了可以吸附外 里面还藏着鳄片或者是细肠尖锐的吻部 其中 有鳄片的水质在吸完血后 会在皮肤表面留下一个歪形的切口 这种水质被称为无吻质 有细肠尖锐吻部的水质在吸血后 会在人皮肤上留下很小的孔 这是它的吻部刺入我们皮下导致的 这种水质被称为油吻质 上面我们说过 水质分为油吻质和无吻质两大类 其中 无吻质是通过鳄片将人的皮肤切开 然后吸食血液的 它们整个身体都在人的皮肤表面 连血液也是切开的伤口流出来的 这类水质是无论如何都跑不进人体内的 至于油吻质 虽然它们吸血时吻部是在皮下的 但是它的吻非常的细小 不足其身体直径的十分之一 想要通过这种小孔钻入人体内也是不现实的 虽然水质无法通过我们的皮肤进入体内 但是这不代表它们没有其他办法 其实 被水质寄生的案例中 有超过98%是一种特殊的水质 鼻质 1915年 法国传教士佛和李 去到我国台湾地区采集生物标本时 意外被鼻质寄生 导致鼻腔血流不止 之后医生从其鼻腔中取出了两条鼻质 但是 这并不是佛和李鼻腔内全部的水质 最终佛和李因为失血过多二次 其实佛和李与我们在开头说的案例一样 都是主动地将鼻质吞入体内的 由于鼻质通常栖息在山上的小溪山泉中 而许多地方 尤其是以前 人们认为山泉水是非常干净的 所以会直接喝生水 殊不知 鼻质 铁线虫等寄生虫 就有可能生活在这里 因此 切记不要喝野外的水 即便是清澈的山泉水也不要生喝 因为这里面很可能有寄生虫 19世纪 约翰出生在美国 在他妈妈怀孕的时候 因为出现了一些不明的问题 所以约翰患上了一种名为 巨型结肠症的疾病 患有这种疾病的人 因为结细胞的缺失和减少 病变长断会丧失正常的蠕动 经常处于痙磷状态 进而丧失排便功能 以至于逐渐形成聚结肠 这种疾病也有遗传倾向 20岁以后 约翰经常出现不正常排便的情况 有时候一个星期都不会去一次 对于这个问题 约翰起初也没有太在意 因为他的工作比较繁忙 做些时间饮食习惯都不规律 所以出现这一情况也可以理解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约翰开始频繁出现肚子疼的问题 此时 他发现事情有点不太对劲 于是约翰便去医院咨询医生 当时 对于巨型结肠症的情况 医学上也没有太多的研究 很多医疗器械也没有诊断出 约翰到底患的什么病 在此情况下 医生便建议约翰服用歇药来缓解便秘 不过是要三分毒 久而久之 歇药不仅对约翰的巨型结肠症失去了作用 他的便秘也更加严重了 当时 约翰不得不再去求助医生 毫无头绪的医生 只能建议他采用灌肠 洗胃的方式解决排便问题 由此 约翰不得不定期去医院看病 有时候时间不充足 他便在家中自己进行 就这样约翰在痛苦中生活了几十年 时间匆匆25年过去了 约翰迎来了45岁的人生 此时他的疾病也面临着终极挑战 因为长期借助药物的辅助 约翰的身体对许多排便药都已经免疫了 当时无论约翰做出什么样的努力 他都无法将体内积存的便便排出来 彻底失去了排便的能力 在此后的三年里 虽然约翰每天都有意在结识 但是在止境不出的情况之下 可以想象 他的肠胃里必然积累了很多便便 当时 约翰的肚子非常的大 而且因为长期排不住体内的废物 对身体也造成了很大的负担 不久之后 在痛苦之中 约翰带着满肚子的便便去世了 而他也成为历史上 第一个被便便给憋死的人 约翰死后为了解开巨型结肠症的秘密 在征求约翰家人的同意之后 相关医院便开始对约翰的身体进行解剖 当专家切开约翰的肚子之后 他们看到了很震惊的一幕 约翰体内有一根超级大肠 这条肠子被便便称的巨大无比 宛若一条粗壮的巨蟒 而且还抽气去腥天 不知缘由的人 很容易认为约翰是个怪物 从医学与科学的角度而言 正常人的大肠一般是1.5米 大肠的直径一般在10厘米左右 然而经过测量之后 约翰的大肠早已经被撑到了1.8米 与此同时 大肠里的粪便也高达36斤 重量相当于一桶桶装水 可见其有多么反常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这几十年来 约翰生活的也足够痛苦 据悉 因为约翰的悲惨经历 很多医学专家也开始重视便秘问题 久而久之 巨型结肠症 便不再是医学问题了 现在通过手术就可以解决了 不过即使如此 我们也应该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 在大自然面前 人类还是非常渺小的 好了 本期的高能知识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